最近追了一张综艺,妻子的浪漫旅行,嘉宾是谢娜,殷彩儿,敏儿,陈丽莎,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,此刻当然戏更好看,最近一起有真心话大冒险,殷彩儿抽到的街市,看过老公的手机吗? 当然说真话了,殷彩儿毫不犹豫的给出肯定答案,搞笑的是,陈小春到现在还不知道,那时候两个人刚刚在一起,女方给陈小春手机把短信,内容是,你怎么不见了? 估计山鸡哥在外面有情况,有了殷彩儿,就断我往来吧,至于是不是认识之后又有的情况吗? 山鸡哥表示到现在也不知,一脸猛圈,对于这样的事情,殷彩儿说要拿出自己的态度,什么态度呢? 就是要让对方知道这个人的老婆很麻烦,不好搞,陈小冬的老婆成立杀在一旁补充,就是让她知道她老婆很厉害,还要让老公知道我老婆很厉害很麻烦,英彩儿就是这样干的,让想插足的人知道自己很麻烦,让陈小春知道,你老婆不好搞,大家还是算了吧? 这也是保卫婚姻的一种正确的打开方式吧,面对想攻破,你婚姻堡垒的人,女人就应该强势一些,叮之眼闭之眼,或者你来顺受,也许能守着婚姻,在你守着的也许只是一只婚约,守不住幸福 在面对想插足的人,英彩儿真的是强悍,2012年在微博直接大楼,那个女的赶在发些奇怪的短信或照片给陈先生,我就微博发你名字和电话,听到,没,这样厉害,谁有冒着身败名裂,都危险没修没扫,得横刀多爱呢? 娱乐圈是最容易产生感情的地方,在一起拍戏几个月,还有大量的感情戏,把持不住就假戏真做了 所以,有因戏结缘,一部戏定情感,单身男女,互生爱慕之心 这是大喜事,可一旦对方有对象或已婚,这就有问题 而这种情况也都是男导演或男演员是已婚男士,做他的妻子,一定要有手段才能守护着自己的婚姻 像蒋文丽,得知老公顾常委的绯闻,直接找上门,闪了某女星一个大巴掌 这比英彩儿更厉害,霸气威武,乃正式典范 2015年陶哲被派到和汝购妹,陈欣赢在一起,身为正式的姜佩柔 高调宣布,与陶哲领养四个儿童,借次宣示正宫主权 陶哲公开致歉,表示以后会努力工作,试试以老婆为宪 当然也有特别开得开的,像徐安对冯小刚就挺放纵的 说出反正我们家是男的,你让他占前一就占,这样会三观的话 徐安如此大度,应该也是一种被迫的无奈吧,像让冯药守身 不是件容易的事,方位婚姻需要智慧 但如果经常琢磨怎样的小三,或者做性放任则留 这样的婚姻守卫的价值在哪,像英彩儿这样 一旦发现苗头就及时霸气的发生,并塑造自己麻烦不好搞的形象 让人就麻烦而退,不识智慧,还有山鸡哥当初就英彩儿也是不容易的 英,该会好好珍惜吧,他还为你生下那么可爱的小小春 一家三口多幸福